看一下,这个是大将的Wii Pro 普通的Wii呢,除了帅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但是Wii Pro不一样 Pro的话,它起码这个相机,还是真的上时代的 M43的一个全冷器,还有一个15毫米的定格镜头 它的对焦能力算是比较好的一种 像这么大的机型呢,我们就不在这飞了 虽然说我也确实可以在这飞,我有那个技术 但是应该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还是去上面飞 我们上来的时候,它的GPS就已经烧心好了 来看一下图床,你看现在天色是算做黑了 有个黑了一半了 你来看一下图床,其实还是挺亮的 这个就是底大的好处,底大,底大的话 底这个底越大,它就越不怕这个黑夜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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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然后无人机呢,在室外 最重要的还是得有这个GPS 盘管你这个视觉精度再怎么高 你一飞到高空的话,它还是得只能靠这个GPS 好,现在 进行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电池 五千多容量的话,飞个十几分钟应该不成问题 一会儿它这个会刷新一个时间出来 看它这个预估飞行时间能有多久 你看它预估飞行时间还有十四分钟 其实上次是很充足的一个时间了 但是前提是我们规划好这个 拍摄什么东西,怎么拍摄 就是说飞起来我们漫无目的的去找景色的话 那物一是不够的,那怎么找别的新鲜呢 像物一Pro可以说是港小金汉吧 主话就是买它这个相机了 你看这种夜景这边是太阳下山的,我们现在拍过去是算做逆光的 不过你看它这个暗部细节 而且这个还只是涂船的 这个不是它实际拍下来的 实际拍下来要比这个清晰 然后我还看到很多人会纠结说 到底买一个均衡一点的浴系列好呢 还是买个相机特别好 但是机身不咋地的OE Pro呢 只有我个人觉得呢 能买浴系列就买浴系列 雾系列算是一个极端 它的续航时间,便携性 还有涂船距离,它真的很短 别的不说,你就说雾伤就行了 虽然说官方说到可以飞的多远多远 但它实际飞行时间也就20多分钟 你觉得它20多分钟够飞那么远 而且还要飞回来嘛 对吧 官方说它能飞那么远 并不代表说你每一次都能用它去飞那么远 而且还要回来 虽然说这个浴系列呢 基本整体这个相机都是不如这个雾系列的 就连雾翼的相机也要比大部分浴系列的相机要好 而且它价格还便宜 但是浴系列它真的是很均衡,很便携 而且也很保值,雾系列是最不保值的 不过雾翼这种都已经到谷底了 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保不保值了